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京城阿满 主要咱们原来是还是建成看股 因为现在说不少法律问题 所以咱不能是再叫这个看股 而且现在前一段时间 说上把这些名字都给改了 我就给改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4年10月14日早上起来10点半 我本来想早点给大家讲 但是今天又是有点事耽误了 耽误了呢 再不说说不像话了 有人问我怎么前一段没动静了 前一段是7月份呢 接到通知啊 暂时先不要对这个金融的一些问题 进行一些评论 那咱就不说 讲到允许说的时候呢 是9月底 9月底允许说的时候 是美国的财年 由于这个是美国的财年 我不得不先把手头的事给忙 因为我这块有不少CFV报告要写 就是金融分析师报告要写 时隔这个财年 所以说我没有时间来录 现在呢 只要腾出时间来了 就给大家说一下 但是没时间录 不等于我没说 首先来说 我跟大家说过啊 在7月份 我最后一次录节目的时候 就跟大家说 我说如果要是跌破2800次 你就先止损出来 到2700点以下随便买 到2700点以下随便买 有的人说说2700点怎么来的 甚至当时有人悲观啊 最低点 我们可以看 到了2689 有的人在这块的说 有网友就在微信加我私信说 是不是会跌到2400 我说不可能啊 不可能 除非是有公司大面积的退市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说有公司大面积退市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看啊 1849 998 当年的1664 这块都是怎么来的呢 1849的时候 那会是2800多只股票 2440的时候是3000多只股票 我们现在是将近5000只股票啊 现在是将近5000只 你怎么可能跌到那个位置呢 所以前期的这个2630啊 基本上就是跟当年的2400点的那个位置 是差不多的啊 就是1849 1849位置都是差不多的 因为总体量在这摆着呢 我们呢 不用看那么空 那么这两天又开始下跌了 有的人就说 哎呦 最短的牛市行情啊 最短牛市行情 我明确跟大家说 当年我跟你说2700年以下 是不是随便买的声音 是不是油然在耳啊 这个咱们不吹不黑 是吧 我很久以前就说过 这块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块啊 这是网友当时说的 反正说2700年以下 随便买 油在耳边 但是呢 当时可能有的人没敢买 那么我是在什么时候让大家减仓 你说那你跑出来了吗 我是没在公开场合说啊 当时是没实在没时间了 我就在 看 一个小群里头 我说了啊 10月7号一开盘 大家可以看时间点记录着呢 21点47 我说的时候已经剪完了啊 就是我说这话 就是开盘21点35 这是美东时间啊 美东时间 实际上呢 就是北京时间的 10月8号的早上9点 这是美东时间显示的 10月8号的早上9点一开盘 我就跟大家说 减仓啊 满仓的可以减点 同时收盘之后 由于走出了这根阴线 我就知道有些人肯定是心理油不踏实了 我就补了一句 调整啊 我说这些调整 上正基本到位了 深圳不够 这调了两天了啊 大家可以看这是调了两天了 深圳不够 所以这座椅是打错了 所以还有空间 空仓的可以加 六成以上仓位的要等等 这是跌了连续大跌了两天之后啊 连续大跌了两天之后 今天我正式的跟大家说啊 今天咱们看啊 最低点已经到了咱们说的啊 就深圳已经到了咱们说的这个位置 这是不是要满仓的地儿 明确跟大家说不满仓啊 现在是深圳是9800到10350 我们可以看这个399001 我们可以看399001这块 基本上到了这个9886啊 9886这个位置 现在又涨起来了 涨起来了 这是因为咱们直播这块晚了一点嘛 当时见到这个9800的时候 今天最低是9966啊 就是见到你前 昨天是最低是9935 就是见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在这个区间范围内 你就可以适当加点操 就比如说你现在是六成 你就可以加到六成五 甚至七成啊 别超过七成五 为什么底下还有段空间啊 底下还有一段空间 有的人说说呢 你这判断的低点也不准呢 你这老是一个区间一个区间的加 那什么都判断的 完全都准了 跟丈量土地似的了 那我就巴菲特了是吧 我比巴菲特还得付 我宇宙收付 对不对 这没有那个水平啊 没有那水平 那咱们这个股市炒股 你就是不断的试错啊 不断的去接受自己的错误 大家注意啊 不是不断的纠错 股市不能轻易的纠错 股市老纠错的话 就越炒越没 是吧 你就是不断的试错 不断的去接受自己的这个错误才行的 我们在这块可以把前一段 因为前一段 你不是已经加吗 加上了仓位了吗 是吧 加完了之后 加2700年以下随便买 那会我的意思就是你满仓 甚至八九成仓位 你减到六成 你减了两成 那现在你把你减掉的这两成的一半 你买回来啊 或者你减掉多少 你买回一半的 先别别动买啊 别动买 我们买回来 买回来 看看他还有没有机会啊 下探这个 94002这个位置啊 94002这个位置 因为这不是有两个缺口吗 就这波涨上来 你看1233个突破缺口 最好是都不回补啊 如果要是回补的话 回补一个也就可以了 回补两个就有点弱了啊 回补两个就有点弱了 从总体上来看 我认为时间啊 时间 为什么我跟大家说 我说现在可以考虑加一点了 时间点应该是这周 最迟是下周 应该就会出现真正的一个二次买点 而我前一段跟大家说过的这个个股 就是经验科技什么的 这些呢 都是最近呢 涨得不错的啊 都是最近涨得不错的 当时咱们提过这个 对吧 创为数字 对吧 然后还有是那个经验科技 还有航发动力 对吧 是吧 航发动力 我说在33左右 你就买吧 这不是33吗 最低的是33块3毛4 有人说没到33 那你差不多就买啊 对不对 这就已经见到33了 你下次我就跟你们说 都是33块9毛7 都这么说 你就记住了 对吧 像什么航发动力 中国传播啊 这都是这都是咱们当时说过的 涨得不错了 现在来看 你顶着背离再买进去 不太合适 但是从总体上来看 现在深层我觉得呢 那部分的股票啊 在深圳成分那块出现的股票 你可以考虑适当的加仓啊 适当的加一点仓 仓位呢 不要超过就是适中点了 不要超过七成 近一点了 也不要超过7.5成啊 留着这个三成到两成五的仓位 看看有没有更低的一个位置进行买仓 或者是追高 追高不怕啊 追高需要的是 大家可以看啊 我这有一个KDJ的修正啊 我用的是修正 有的人说说老说看我这图 说跟你们手上的不一样 是不一样 我这是用的我自己的修正图啊 我这是用的我自己的修正图 不是大家的原指标 我把这个参数值啊给改了 大家可以看啊 现在这个这一值啊 还没到20以下 我的这个这值啊 还没有到20以下 如果有机会 这值到20以下的时候 15分钟 那才是真正的一个特别好的位置 而现在这值呢 日线是在50 这正好是一个分水岭 那么从这波涨上来 这个位置来看啊 他往下还是有一定空间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没有必要 可是呢 有的人说 那我就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他把拉上去了 是吧 因为咱们这波的支持力度 还是很大的 绝不会是这种几天油的行情 而且呢 当时央行说的特别明白 就是第一个5000不行 后边还有 那在这种情况下 外资也憋了很久了 我们没有必要过度的担忧啊 该买的时候就买 这是四年等一回的牛市 绝不会这么几天就完 怎么着这牛市得撒月啊 怎么着这牛市得撒月以上 所以我认为在本周最迟是下周啊 就应该出现比较好的买点 而当时咱们也提过这中优资本 我说是5块8毛5 这个位置是一个分水岭 跌破这个5块6 你5块5 5块6 5块4 你就止损 突破 5块6 5块8 你就可以买入 那么这是非常明显的啊 非常明显的 这块突破了啊 你要么是在这个5块6毛2 就是第一天 9月24号突破那天 要么你是在这 当时买进去 这是非常好的买点 如果你按照阿满的这块来买的话 我们可以看啊 我们就按这个高点算 你现在啊 是吧 50%了都起来了 再不计了 你按照阿满说的去买这个仓位啊 买510 050 大盘啊 你说你什么都不会买 你买大盘 你看看你现在 咱们说2800 2700点以下随便买 咱们不说你卖的最高点 你卖的这吧 你这么大一根银棒子 你怎么着得减吧 你还有20%多的利润呢 对不对 前一段咱们基本上都是空仓 所以我们要注意啊 到有些人就是老后悔 说说说说当时没敢买 现在我又告诉你了啊 又到了一个买点了 你敢不敢买 你敢买 但是你要注意啊 一定要带好这个 这回咱们可以先暂时不带止损啊 下次要说带止损 就是会跟大家说 你像上次我跟大家说 带止损是带的2840 对吧 这次咱们先暂时不带止损 我们不带止损是等着什么 我们不带止损是等着他下来 再继续加仓 因为总体判断这波行情没完 我们不用过多的担心 咱们直播是不是以后完全恢复 现在呢我不好说 因为我得看我时间 那前一段呢是又是财报记忆 又是手里的案子 我自己本身有减肥啊 我是三个月减脂 三个月减脂 减了差不多是12.5公斤 就是25斤 已经减完了 在这段时间呢 我可能会陆陆续续的恢复直播 预计啊 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 也就是我们美东时间的明天早上起来 我会在这个抖音和另外一个 抖音的一个博主 我们可能合作要出一期节目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呢 再继续关注啊 他是不是这不让说这个啊 应该说是抖音啊 应该说是抖音 大家呢 反正要是有兴趣的话 咱们在今天收盘之后啊 我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总结 这是今天盘充啊 这是今天盘充 明确再次跟大家说的啊 一定一定要注意 现在已经到了啊 现在已经到了 可以再次加仓的时候 但不是绝佳的买点啊 绝佳的买点还没有出现 绝佳的二次买点出现 我一定会当时就做一个直播 那么今天咱们这个直播就到这 因为我这边还是确实 事比较多啊 事比较多 咱们今天直播就到这 就不给大家做答疑了 看看A股收盘 明天我给咱们做直播的时候 可以有在线一些答疑 好吧 那咱们就这样 感谢大家的说话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